一剪闲云 一溪月 一成山水 一年华 一世浮生 一刹那 一树菩提 一烟霞 这是白洛梅写在 《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里的一句话 她说许多人 信不去看一场花市 渡船去赏一壶春水 从一座城到一个镇 一路封城 有人将咸云装进行囊 有人将故事背负肩上 他们都在寻找那个 属于心灵的原乡 可匆忙之间 有望了 人生的终点和趣味 不是在山水踏进时 欣赏到的风景 而是在心灵 放下包袱的那一刻 收获到的大自在 能静下心来 欣赏风景的人 是真正懂得从容的人 事事如烟云过眼 心静 吉安 心静 是降低欲望 苏东坡曾有间屋子 请降人 汇许于四壁之上 取名 雪堂 一人一屋 素面相对 除了四壁雪 再无其他多余装饰 世界至凡 天地至简 这小小学堂 就融下了 苏氏的万千思讯 我想 当他独坐于 这简单的 四壁雪之间时 内心是平静 而风盈的 因为他没有了欲望 无所事之凡 才能独品一刻之先 同样 在鲜花灼井 烈火烹油般热闹的 《红楼梦》中 唯有薛宝钗 住得恒无怨 装饰得如同白色 雪豆一般 一色玩弃全无 岸上 只有一个 土定瓶中 供着树枝菊花 并两部书 茶脸茶杯而已 床上只吊着 青纱障漫 青乳也十分朴素 连贾母都说 无趣得很 殊不知 繁华热闹的贾府中 宝钗是活得 最通透的那一个 也是心最静的那一个 他知道 我们需要的生活 其实比想象的 更加简单 正所谓 良田万青 日食一生 广煞千尖 夜眠七尺 降低欲望 心灵会更宁静自由 我们本来 就不用被太多的欲望 牵着走 欲望没了 心就静了 过度的欲望 过度的欲望中 往往夹杂着 太多的失望 想要的太多太杂 有时就会忘记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欲望越少 烦恼越少 无欲而为 心态 自然平静 正如 诉书中说 绝世禁欲 所以除类 就是说 杜绝不良事后 尽致 非分的欲望 这样可以免除 各种迁累 所以 人性清净 本无 细雷 事与所迁 舍己逐物 为人处事的生活里 我们很多时候 都觉得自己 进退尾骨 烦恼自身 这些 都是欲望过多 造成的 苛求太多 必然 不能事事满足 世界上 没有不能 舍弃地追逐 没有不能 停下地及时 我们需要 静下心来 在心里 腾出一个 简单 而宁静的角落 可以 放松自己 想一些过去 或未来 也可以 什么都不想 只是 静静地 发一会儿呆 做人 简单就行 生活 心静 就好 深静 是放慢脚步 几乎 所有的人 都察觉到 世界前进的节奏 越来越快乐 大家 大家已经 收不拢脚步 到处都是 匆匆赶落的人 而心 也就 越来越浮躁 这个时候 是时候 停下脚步 去和自己的内心 对话 欧阳修 放慢脚步 记轻于 山水 在 豪华 放慢脚步 在 历经 官场 试图的 险恶 臣服 和人生的 曲折 坎坷后 大彻 大悟 写下 散热 由心静 量生 为 是空 的句子 拥有了 幽静 的人生 反观 清朝 大贪官 何深 一辈子 总忙碌着 追逐名利 从未停止过 为了金钱 快速 前进的步伐 所以 一辈子 孤独 没有推心 致富的 朋友 没有真情 和至善 亲情 换来的 只有一事 骂名 和千古 唾弃 既然今生 注定 只能活一次 那么 就别太着急 跑向 终点 让我们 放慢脚步 回到 心灵的 宁静 退一步 未必就是 海阔天空 但 躲开 茫茫人海 能更看清楚 自己的心 慢一步 未必 不能到达 终点 但拥有 平静的内心 就可以享受 路上的风景 古人 骑头毛驴 上路 歇歇停停地 一走 就是几个月 他们不在乎 哪一天 抵达目的地 但他们 说得出 漫长的路途中 哪里 草长马肥 哪里 风高雪厚 哪里是 小桥流水 哪里有 黄土高坡 人生中 三步两步 便是天堂 可是我们 却看不到 总以为 最美的风景 是在 山的另一边 殊不知 闹市 有 红尘 喧嚣 山里 亦有 鸟雀 周灸 有自己的 心灵 才是 宁静的 最后一方 净土 只有将 脚步 放慢一点 把山水 一程一程地 慢慢走过 静下 心来 人们才可能 真正 认识世界 认识自己 退一步 再退一步 退到 无人打扰的 静谧里 退回到 自己的 心灵 世界里 更多宁静 更少苦恼 放下那些 纠缠在 生命里的 反复预念 在广阔天地中 做一颗 单纯的露珠 安然 自享 生命的宁静 静 是一种 修行 大学说 知之而后 有定 定而后 能静 静而后 能安 安而后 能律 律而后 能得 珠子 对这段话 做了注解 静 为心 不忘动 安 为所处 而安 静就是 清楚地 知道 自己要什么 明确的方向 就不会 妄动 这样 所到之处 极为安定 道教北派中的 全真道 也认为 内心清静 才是 修行的基础 所以将 清静经 作为 玄门日 送客之首 经书上写 人能 尝清静 天地 息节归 意思是说 一个人 能够 常常 修炼 内心 保持 宁静 那么宇宙 天地的力量 都会聚集到 你生命上来 所以 心静 是每一个人 一生的修行 尤其 当下时代 最大的奢侈品 不是赚到了 多少钱 也不是 有多高的地位 而是 在 熙熙攘攘的 红尘中 能否 拥有 心灵的宁静 我们一直 在苦苦追寻 我们一直在 放眼远眺 我们一直在 沾前顾后 希望追寻到 能使 自己炫耀的资本 一种 显摆的身份 一种 光彩的 行透 以为 这就是成功 这就是幸福 殊不知 我们在 静相追赶中 渐渐地忘掉了 自身 最宝贵的 一种东西 那就是 宁静 只有那些宁静 心无旁骛 方能 俯瞰 烟火人间 享受 静好人生 特别是在 现代物化的时代里 能摒弃浮躁 独守 心灵的宁静 就能听见 灵魂的低语 这种宁静之音 能穿越时空 穿越 天地万物 只留在心中 并且 直达心扉 古信说 一动 不如一静 静下来 时间就慢了 静下来 遇事就不乱了 静下来 日子就顺了 心静 是一种境界 也是一种智慧 愿我们 都能放慢 追求的脚步 做一个 心静如水的人 鱼无声处 听见 花开的声音 我的心静 在 关注 赛 词 感谢观看